來,同學結束好了 老師簡單的講評 恭喜第一批的武樂同學 很順利的完成 但是有很多同學可能 不知道是不是有忘詞 或是說你練習的部分 沒有注意到你的時間的控制 最好的演說時間的準備 就是三分鐘 就是你稍微忘掉或是稍微講快了一點 都會在兩分半到三分半之間 所以 如果你沒有在時間內的 其實就會比較可惜一點 剛才 玉婷的演說 正玉婷的演說 真的是一個蠻不錯的示範 因為他講的內容 剛好那個地方老師都去過 就感覺 好像又生力其盡的那種感覺 好 但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有機會的話 老師再跟同學分享 大部分老師會把它記錄在那個 評分表上面 好,謝謝武樂的同學